很Q 好吃 如果拿起来丢的话 可能会弹成快乐 满足表情来自于满嘴的Q感嚼劲 提起新竹贡玩 一定都知道 韩瑞的招牌最小量 就算比别人贵两成 零售商还是愿意花大钱 跟韩瑞订货 它的价值是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一分钱绝对一分货 韩瑞贡玩一天卖掉三千斤 换算下来七万颗贡玩 总共三千五百包 好吃的秘诀就从打浆开始 选用上等的黑毛猪后腿肉 纯手工一下又一下地 将肉打紧 由上往下 把它提出一颗 成型要有技巧 小指一掐 拇指一捏 大小有讲究 从猪肉打浆开始 成型 煮熟 装袋到配送 时间控制两个小时 要确保消费者吃到最新鲜的食材 我们的购买好吃的原因就是在于说我们的原料非常的新鲜 它必须要使用刚刚屠宰起来的问题猪肉 因为它那时候的肉质是它的包水性跟结束性是最好的 黄世凯的爷爷黄海瑞是客家人 六十多年前推着小摊子在菜市场一卖卖出名 如今因为大量生产改为工厂制作 但客家精神没改变 基本上我们研习它的那个算是机器制作 不过说在它的技术上面 还有它的配方啊 我们都是传承古法 都是没有变的 传承阿公留下的方法加入创新思想 如今的海瑞贡丸 琳琅满目总共十四种口味 有草莓 有墨鱼 还有客家福菜贡丸 客家就是福菜的东西 这个是属于他们的传统的一个 算也不算小吃啦 它基本上它是一个就是 平时都使用的一个食材 那如果我们把它架在贡丸里面的话 那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口感 就那时候一试 吃起来它不但有贡丸的香Q 而且吃起来有那个美甘口味的味道 第三代玩创意 但不变的是当年海瑞阿公不怕苦 讲求完美的客家精髓 从打浆到成型 从煮熟到装带 一颗颗海瑞贡丸 是皇家人的坚持 而咬下一口 则是我满满的感动时刻 电 corpse 东西 自然之声 啥